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瑞 今天就要來教你如何在家裡 可以輕鬆達到一個人使用振動按摩槍來放鬆的方法吧 那為什麼我會有今天這一集 教你使用按摩槍的這個單元呢 其實是因為前陣子我看到我很多學生 他雖然購入了振動按摩槍 但是他在打了一段時間之後會出現瘀青 或者是按摩放鬆效果反而是更疲勞的狀態 那我就在想 到底是不是他們按摩的方法有一些出入 沒有做到很好的放鬆方式 所以今天特別要教你們來使用 如何使用按摩槍來自己達到放鬆的效果 那今天陪我們的呢 還是我的體能訓練師Drew 那接下來就交給他 OK 通常跑者的話我們喜歡 先從離地板最近的部分開始放鬆 也是從腳底開始 OK 看一下我們哲瑞的腳 上次注意到腳呢 前、中、後 後有腳跟 前有腳趾 肌肉放鬆 我們要放鬆肌肉 腳跟腳趾都沒有 所以是中間足弓的這一段 是我們操作的地方 那摩槍有一個重點啦 很多人喜歡按摩的時候 追求更多的痛感 那摩槍想要的 只是輕輕的滑過去 原廠都會說gliding 滑過去就好 所以我們先知道範圍在這邊之後 等一下開始的時候呢 就輕輕的帶過就好 開始的時候我們還不確定 身體對於震動的頻率是怎麼樣的感覺 怎麼樣的回饋 最終從D開始 最少的震度 我們在分布的時候 沒有壓進去 輕鬆的走 如果覺得OK的話 我們就稍微加 來回的滑動 再多一點點 直到你呢 也許感覺到開始痠 或是有緊繃感的時候 我們就留在那個位置 差不多對不對 對 好到這邊的時候 當你找到明顯的痠點的時候呢 就可以停在那個定點 我們做一些腳底的動作 肌肉的收縮的動作 如果來回過去之後呢 都沒有任何的痠痛感 很好 表示你的那個部位 沒有很多緊繃 對是健康的 所以不用一味的追求痠或痛 這是最重要的 來交給你 所以就是輕輕的跟皮膚接觸就好 是 腳底之後呢 再來我們是小腿 通常講小腿指的是 在後側這部分 你墊腳尖的時候 會收縮的肌肉 肥腸肌 比目肌等等 好 我們先認識一下小腿的位置啊 比較靠近腳跟這邊呢 阿忌是肩 跟肩 剛好最近有人斷了 OK 上面呢 是肌肉 肌肉放鬆按摩槍 我們要做的是肌肉 所以我們不會走到太低肌腺的地方 我們只做肌肉 一樣 這段頻率從低的開始 剛剛腳底已經幫我們做到第四段了 我們從第四段開始就好 不舒服的話呢 我們再這樣 一樣來回輕鬆的走 不需要壓進去 順著肌肉的紋理 上下的方向呢 來回的滑動 找到痠痛點然後停下來 交給你 停下來之後一樣做腳動 停下來之後可以做一些額外的動作 所以我們有時候可以借用一些器材的輔助 讓你的姿勢更方便使用 好 比如說我們把它架高之後呢 有個空間 找到定點 然後我們腳排可以進行畫圈的動作 或是勾腳尖壓腳背的動作 外側也是一樣的方式 是的 接下來 帶了前側股視頭肌的部分 帶了前側股視頭肌呢 算是人體體積較大的肌肉之一 也是容易跑者容易疲勞的地方 選到我們喜歡的頻率 直接開始走 可以稍微勘察一下你的肌肉啊 震動給它的一些回饋 我們說有點連衣的感覺 一樣找到痠痛點之後可以稍微停下來 那另外給大家一個技巧呢 我們先讓股視頭肌強迫的收縮 所以幫我膝蓋伸直 我們看到肌肉線條變明顯之後 停在這個位置 我們做5秒 4 3 2 1 輕輕放掉 好我們重複一次 來用力伸直 停這5秒 4 3 2 1 輕輕放掉 好的 我們利用肌肉線強迫收縮之後呢 再讓你震動進來 讓它放鬆的效果會更好 建議一個部位啊 進行的時間 用超過2分鐘 並不是越久越好 試試看 下一部位 大腿後側 一般人會比較容易抱怨 大腿後側如滾筒 效果不太好 因為有高度差的問題 這樣可以解決 一樣選到你舒服的頻率 來回的走動 找到稍微痠痛一點呢 比較敏感的位置可以停下來一下 給它一點時間 小範圍 一樣 多不代表好 兩分鐘內搞定一個部位就好 試試看 下一個位置 屁股 最重要的肌肉呢 臀大肌 和臀中肌 首先我們先翹屁股一下 不然打不到 再翹一點 再翹 再翹 Good 臀大肌 纖維呢 比較偏向後面 臀中肌 這個位置 一樣選到你舒服的頻率 然後我們就開始 來回的滑動 如果比較酸敏感的點 可以停下來 好 你試試看 一樣都再翹一點 翹 所以 打的時候都要這種動作 對 這才叫台灣T 所以 如果你們 有嘗試到這個放鬆方式 也可以 就是 在下面跟我留言告訴我一下 這樣翹屁股打的感覺 應該是 我現在感覺是蠻好的 大家可以試一下 那Drew有沒有想告訴我們 就是在自己打震動槍的時候 要注意一些哪些事項 第一個 我們要放鬆的是肌肉 所以肌肉以外的地方 我們盡量不要碰到 骨頭不要碰 開放性的有傷口的地方 不要碰 再來 有動的地方 不要碰 有動的地方 我說像肚臍啊 嘴巴 眼睛這種 耳朵 這個鼻胎 其他地方的話 我覺得大部分上OK 那當然你的感覺最重要 所以如果打起來你覺得不舒服的話 先停下來 或者有低一點的頻率 像Ilius電慢的話 它的頻率有六段 所以你可以比較容易選到適合你的位置 方法 那以上就是今天簡單跟大家分析 有按摩槍 但是不知道該如何使用 可能錯誤使用到瘀青 或者是放鬆效果 反而更疲勞的話 那可以參考一下我們今天教大家的這些方式 或許對你會有幫助喔 OK 今天感謝Drew 那我是Jerry Drew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好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喜歡並分享 然後這邊可以訂閱我喔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